大家好,我是大池 很多人都做不好虎皮鸡爪 不是不上色,就是不起虎皮 如果你按照我的方法做 保证各个洪亮起虎皮 香辣入味又Q弹 武汉一位老师傅就是靠着这个手艺 一年买了五套房 鸡爪解冻后放入大碗中 鸡爪我们要挑选这种个头比较大 肉质饱满的 加入一大勺的食盐和多一点的温开水 食盐和温开水可以软化肉质 并且起到最基本的清洁作用 洗干净后控干水分 放入另一个碗中 起锅加入少一点的食用油 然后放入20克冰糖 全程开小火 用勺子不断的翻炒 将冰糖炒至融化 这里火一定不要开太大了 太大的话糖色容易烧糊发苦 一直把冰糖炒至枣红色 并且开始冒泡泡的时候 就可以把火关掉了 然后倒入少量的开水 继续用勺子搅拌一下 把糖色搅拌均匀 这样我们一个枣红色的糖色就炒好了 看一下颜色是不是特别漂亮 先把糖色盛出一部分来备用 接着锅里加入多一点的清水 将鸡爪放入锅中 放入切好的姜片和葱段 再倒入少许的料酒 用勺子整理一下后盖上盖子 开大火将鸡爪煮一分钟左右 好了打开盖子 将鸡爪用漏勺控水捞出 放入装满凉水的大碗中 放入凉水中 可以使鸡爪的肉质保持弹性 鸡爪放凉后 用剪刀将指甲全部剪掉 煮过之后再剪指甲 鸡爪就不容易缩水 剪成像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拿一张厨房纸 将鸡爪表面的水分都吸收干净 这一步非常重要 等一下鸡爪放入热油中的时候 就不会炸锅了 把擦完水分的鸡爪 全放入碟子中备用 接下来锅中倒入足量多的油 油温五成热的时候 也就是把筷子放进去 周边起密集小泡泡的时候 把鸡爪放入锅中 整理一下后马上盖上盖子 防止炸油烫伤 让鸡爪炸一分钟左右 直到听不到噼里啪啦声音的时候 打开盖子 翻动一下鸡爪 不至于粘锅相互粘连 使鸡爪受热更加均匀 鸡爪炸成视频中这样还是不够的 还是不会起虎皮 这时候开大火 再让鸡爪炸一分钟 炸成像视频中这样 四根指头全成焦糖色 用漏勺控油捞出放入冷水中 如果放入冰水中那是最好的 就会很快起虎皮 让鸡爪在冷水中浸泡40分钟 现在可以看一下 这是浸泡了20分钟的效果 这时候的虎皮还没有完全泡开 我们把鸡爪控水捞出 重新倒入冷水 这样可以加速虎皮的泡发 这个时候准备几颗大蒜 切成滚刀块 一小块生姜 洗净去皮后切成薄片 一小段大葱 斜刀切成马蹄片 切好一起放入碗中 碗中放入两个八角 两块桂皮 两片香叶和三个干辣椒 再放入30颗花椒粒 现在来看一下浸泡了40分钟的鸡爪效果 可以看到虎皮已经完全的泡开来了 接着起锅加入适量油 油热后倒入准备好的大料 翻炒十来秒炒出香味 然后把鸡爪倒进来翻炒 让鸡爪吸收大料的香味 翻炒十来秒后 加入适量的清水 水的量正好没过鸡爪就可以 倒入刚开始准备的糖色 接着调味加入一勺食盐 两勺生抽 半勺老抽上色 喜欢吃辣的朋友 最后一定要加入一勺辣椒油 用勺子翻动一下 把鸡爪和调味料都翻动均匀 盖上盖子中火煮半个小时 好了时间到了 打开盖子 哇太香了 这时候的汤汁已经剩的不多了 先把里面的大料夹出来 可以看到这时候的鸡爪各个红量 其虎皮 而且软糯Q弹 香辣入味 把鸡爪一个个夹入碗中 好了朋友们 如果您也想做出一道 香辣入味的虎皮鸡爪 一定记得点赞收藏和评论哦 关注我 每天分享一道家常美食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